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百科节目 本期节目内容如下 美国的政治谋杀 请详细介绍有关美国的政治谋杀的相关讯息与背景 美国的政治谋杀是一个相对复杂且敏感的主题 它涉及到美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 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可能就是肯尼迪总统的暗杀 然而 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总统 还有许多其他的政治人物也曾经遭到暗杀 伊亚伯拉罕·林肯 1865年 正到美国内战结束不久 南北关系开始和解的时候 林肯总统在福特剧院关聚时 被南方同情者约翰·威尔克斯不思枪杀 二詹姆斯·加菲尔德 在担任美国总统仅仅四个月后的1881年 詹姆斯·加菲尔德在华盛顿的火车站被查而撕 据古特瑞枪击 两个月后因伤势过重去世 三威廉·麦金利 1901年 麦金利在纽约州的布法罗世界博览会上 被一名无政府主义者莱昂·扣尔哥斯枪杀 四约翰·F肯尼迪 1963年11月22日 肯尼迪总统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德里 广场游行时 被里·哈维 奥斯瓦尔德枪杀 这是20世纪最为人所知的政治暗杀案之一 吴马丁·路德 今1968年 这位著名的公民权力运动领导人在田纳西州莫菲斯的洛瑞·莫泰尔被詹姆斯·厄尔雷枪杀 6.罗伯特·肯尼迪 1968年 约翰·F肯尼迪的弟弟 当时正在竞选总统的罗伯特·肯尼迪 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安巴萨多酒店被西朗、西朗枪杀 这些案件都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并对美国的政治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这些案件都被称为政治谋杀 但并非所有的案件都有明确的政治动机 例如 云肯和肯尼迪的暗杀者都有明确的政治目的 但加菲尔德和麦尽利的暗杀者则更多的是出于个人原因 关于美国的政治谋杀还有哪些相关的重要人物和事件 美国的政治谋杀事件中 最为人所知的莫过于两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和约翰、甘乃迪的遇刺事件 一、亚伯拉罕、林肯 1865年 美国内战刚刚结束 南北关系紧张 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在福特剧院观看剧幕时 被南方同情者约翰、威尔克斯不思枪杀 二、约翰、甘乃迪 1963年 约翰、甘乃迪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肯尼迪广场游行时 遭到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枪击伤重不治 除此之外 还有以下的事件 三马丁、路德 今、1968年 这位非裔美国人权运动领袖在田纳西州孟菲斯的一家旅馆外被枪杀 凶手詹姆斯、鄂尔 为后来被判位有罪 四、劳伯、甘乃迪 1968年 约翰、甘乃迪的弟弟 也是参议员兼总统候选人的劳伯、甘乃迪 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一场竞选集会后被刺杀 凶手是巴勒斯坦裔美国人谢尔汉、谢尔汉 五、乔治 华莱士 1972年 当时的阿拉巴马州州长兼总统候选人乔治 华莱士在马里兰州的一场竞选集会上遭到枪击 虽然他存活下来 但此次袭击导致他下半身瘫痪 六、达拉斯警察局警察J.D.提提特 1963年 他在约翰、甘乃迪遇刺的同一天被枪杀 枪手是李哈韦、奥斯瓦尔德 他是在试图逮捕奥斯瓦尔德时被枪杀的 谢谢您收看六度百科 这是由一群科学家、经济学家、专业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制作的百科类节目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百科团队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百科内容涉及诸多知识领域 我们努力使其内容真实、专业、不存在预设立场 如果受众发现内容有误 赞同或反对六度百科内容 请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高见 欢迎大家到六度世界、六度world阅读我们的更多内容 参与六度聊天区的讨论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谢谢